蔡總統還非常開心的宣布了一件事情 叫做台灣農產品的出口金額 去年已經突破了54億美元 創下20年新高 賣到中國的農產品來到12.6億美元 也破了紀錄 他說好成績不是靠口號 是政府和民間一起打拚 所以所謂禍出的去人進的來 發大財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口號 蔡英文政府也做得到 很開心的公布了這些數據 接著這個行政院的蘇院長的賴群組 也秀出跟老婆的合影說 空前的農產外銷量 猶如你在我心中的重量 蔣老婆的重量 蔣這個空前的外銷量 這其實也不是太有禮貌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在蔡總統還有蘇院長 非常開心的宣布農產品外銷 創歷史新高的時候 一些民進黨的立委也都跳出來說 韓國瑜說小英不承認 九二共識會讓國家沒路可以走 今天從農委會公布的這個數據當中 顯然打臉了韓市長 為什麼大家心中的假想題 通通都是韓國瑜 連公布一個農產品的外銷數字 都是叫做打臉韓國瑜 韓國瑜看到小英也很會賣菜了吧 所以不是只有賣菜狼韓國瑜 還有賣菜女蔡英文 要告訴大家說我們也很會賣 不是只有九二共識能夠賣 但農委會所公布的這個數據 仔細的看看它的細項 它所謂的農產品出口突破歷史新高 出口最大量的前十項的東西是什麼呢 前十項農產品出口第一項叫做冷凍鮪魚 第二項叫做羽毛羽絨 可能做羽毛羽的 第三項就是冷凍鮪魚 第四項是牛皮革 第五項是高餅骨類的調製品 第六項是石斑魚活魚 第七項是蝴蝶藍花卉 第八項是酒地 九項是醃製品 第十項是冷凍秋刀魚 這些跟我們大家最近常常在看的 這一個農產品 韓國瑜賣出去的農產品 不管是水果啦 蔬菜啦 是完全不同的類別 當這些東西看起來都不像是 本土的農產品有關 蔡總統這麼興高采烈的說 其實我們也很會賣東西 這件事情有回答到 現在農漁民的問題嗎 而整個農產的出口產值 現在可以看到 創下歷史新高的這個數字 是54.7億美元 去年的同期是49.8億美元 我們可以看到進口卻也增加 除了出口增加之外 進口其實也增加了 那這一期進口增加是158億美元 出口上一期是151億美元 也就是說我的進口也增加了 我們賣出去的農產品變多 我們進口的農產品也變多 這代表什麼 農委會也沒有解釋相關的這個數據 但實際上告訴我們說 其實沒有九二共識 水果賣到中國大陸去也很多 那也佔了這個75% 所有外銷水果的數量 那也成長大幅的成長40% 農委會給的相關的這個數據 這告訴大家說不用九二共識 我水果賣去大陸 一樣可以嗎 他在幫北京表達善意 就是我們兩岸講 他這個講法基本上在幫北京講話 當然是意思說 你雖然是兩岸目前這個情況 但是北京也不會因此 把台灣的農產品往大陸 或往其他地方的銷路 把它解掉 但是我們只有看出口的部分 我們看進口 記不記得民進黨 每次在選舉的時候 都在講說 大陸農產品不能進來台灣 然後會損害我們台灣 本地農民的生計 然後會讓我們這個產品 受到很大的一個競爭壓力 我來鼓衝一下好不好 我跟農委會所要的資料 跟農產品前十項是一樣的 第一項跟第三項 就是遠洋漁業 遠洋加工 遠洋漁業 我們本地的農民有關係 我在遠洋就直接 直接抓到的漁獲 直接就把它賣出去了 跟我們本地的農民漁民 沒有什麼關係 第二項是 就是做羽絨服的東西 跟我們現在 對我們現在的農民 也沒有改善 因為蘇果的地方 也不見得只有中國大陸 所以這些資料 當我看到了蔡英文 她的臉書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試圖著 跟農委會 跟我們的經濟部 去要這些資料 他們都不願意給 後來我總算找到了這份資料 各位可以看看 第一個冷凍的鮪魚 占54億的 54億美金占了多少 占了17億美金 占了1 3分之1 第二項 我們的這個羽毛 羽絨 大概是占了 為什麼這個也算農產品 從鴨子上 他把它歸成 他把它歸成四大類 四大類就是舉例 魚類 農耕產品 這個蓄產品 水產品 跟林產品 我們扣掉前面前三項 我跟各位報告 那已經暫停扣掉一半了 那實質上 我們後面有幾項 舉例石斑魚的活魚 確實原來在屏東高雄那邊 賣到大陸都減少了 所以我們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呢 你蔡英文執政這幾年 實際上在中南部的農民的感受 跟你公布的數字是不一樣的嘛 對不對 你是拿這數字來糊弄我們 我們遠洋 遠洋跟我們實際上的本土的 台灣的農業民是不同的一群人嘛 我是覺得不要拿這些數字來糊弄 人民的感受是最清楚的 我的收入就是比錢少很多嘛 他把一個統報的數字 告訴大家說創了20年新高 並沒有告訴大家說是哪些項目 創新高 而且如果是蔡政府要宣傳 他的農產品出口有很好的成績 他應該要宣傳的是說 我們去新南向 東南亞的農產品增加了多少 然後我到大陸去的減少了多少 這才有一個所謂新南向政策 蔡政府的政績嘛 你現在宣傳角度是說 我出口到中國大陸的產品 比以前也更多很多 所以跟九二共識沒關係 對 所以你是在幫大陸說 他並沒有窮台嘛 是這個意思嗎 並沒有因為你不承認九二共識 所以來窮台嘛 我不知道他什麼意思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講這個話 我真的不知道 農民朋友 農民朋友心中作何感想 可能就跟我們所有的勞工朋友 聽到民進黨政府說 我們現在平均薪資有5萬 我們台灣的經濟是20年來 經濟最好的時刻 往往都是用這種話術來催眠 但是我們回想過去的一些新聞事件 很清楚的就是 當農產品尤其是香蕉 一箱一箱的在去化的時候 那個農民朋友心裡面的苦 當我們的蒜架沒有辦法提得上來 而你還在大量進口大蒜的時候 我覺得今天你繼續在講這種話 真的沒有關係 你只是讓去年九合一大學裡面 把每一張票變成 對你民進黨唾棄的 農民的朋友的票 在2020年的時候 繼續唾棄你民進黨 你講這些東西 固然是要表你自己民進黨的功 可是跟人民的實際感受 跟紀念值差太多 農民朋友到現在就是覺得 我很多的產量過剩的時候 我得不到你政府的計畫性的幫助 你在我需要幫助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幫助我 讓我一箱一箱農產品 通通拿去倒掉 我們品質那麼好的藻類 韓國瑜一再再促銷 那麼多好的水果 卡於很多兩岸之間的關節 過不去 就算你認為這是你了不起的成就 會不會在兩岸關係更好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賣得更多 遠遠超過你這樣的數字 而且數字排名列前茅 還不是這些遠洋漁業加工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就是 尾於一個數字的迷思 他認為我只要數字很好看 表示我有在做事情了 繼續這樣子講 這種執政的謊言 其實是經不起檢驗的 我相信 當然他今天這次講才剛講的話 明天後天會有非常多的 農漁業的專家出來打臉 揭穿民進黨執政的騙局 不過就是主動公布捷報 就是說我們創了20年新高 所以應該不怕檢驗 主動公布的 對 主持人 這個容我先補充一下 我們《中國時報》 最近連續三篇的社論 在提到為什麼韓國瑜要參選總統 只有韓國瑜講真話 講白話 只有韓國瑜能夠讓台灣發大財 然後他最能夠 最有可能改變我們這個 泥道的這個現狀 我要強調就是說 韓國瑜他是人 他不是神 所以我們要監督他 而不是一直吹捧他 這個是昨天的自由 我代表《中國時報》感謝你 謝謝 這是昨天的自由時報 沒有九二共識照樣豁出去 其實剛剛主持人提到 那個什麼蘇貞昌 蔡英文 他們都是看著自由時報的 所以他們是超自由時報寫臉書 沒錯 這是昨天的自由時報 昨天的 那是農委會的新聞稿吧 這是農委會主委陳吉仲講的 沒有九二共識 我照樣豁賣的出去 其實這很有挑釁的味道 我給大家看他 裡面分析的這個表格 賣的 石膏 芥末 香蕉 冷藏水果 還有鳳梨 這些東西 我想請問觀眾朋友 今天農替兄沒來 這些水果哪一樣大陸沒生產 哪一樣沒有 絕大部分都有 我們在面對很多的情形 我們不要說人對我們好 我們又這樣 因為有一部分是在商演商 我來買台灣的東西 農業餐廳的 那有一部分是什麼 有一部分是 我來幫你鑽定的 你農我農 就是兩岸一家親 兩岸一家人 我幫你當作自己的 我來幫你買 為什麼ECFA的早收清單 他給你那麼多關稅的優惠 為什麼 他為什麼不給韓國 他為什麼不給日本 他為什麼不給你 我沒有九二共識 我貨賣賣的出去 你現在是賠你錢